刘依菲自出道以来,变异清纯无暇的美貌和不识人间烟火,得托尘气质,牢牢占据了观众的心,成功塑造了小龙女,王宇嫣等荧幕形象,完美化身成为观众心中的神仙姐姐,戏外刘依菲也自带清冷气质, 虽然和陈坤,林志颖,胡歌,黄晓明等众多娱乐圈中男生合作过,但几乎从来没有肥文传出,目前唯一公开的恋情便是和韩星宋成县之间的跨国恋,2015年,两人也合作便以第三种爱情而坠入爱河,把约本更公开恋情轰动一时,据说两个人当时的吻气看起来也是超级甜蜜, 宋成县是韩刘一代的巨星人物,主演的《蓝色生死恋》等剧,在中国也相当是欢迎,所以这段中韩快国恋公开后,就被视网友媒体的关注,很多网友买惜,刘依菲这样一个女神,也被韩国欧巴抢走了,之后刘依菲被拍到和宋成县逛街,宋成县也被爆和刘依菲母亲喝茶等, 还有两家人在一起的合照等,互动也比较频繁,但是这段恋情却不被看好,曾经经常喜欢PO刘一飞美照的宋成县,其社交媒体后来一连几个月没有更新,后来恢复更新后,PO出的照片也不借刘一飞,而是她和合作的女演员的合照, 因此外界也怀疑两人感情生变,2018年1月,宋成县通过还没回应,两人的确已经分手,分手的理由是两人繁忙的形成,男神和女神的恋情最终以分手告终,也真是有些遗憾了,不过对于很多韩星来说,据少力多,形成繁忙这种理由,已经是老生畅谈,有人甚至怀疑刘一飞和宋成县这段恋情是错误的, 所谓的合约恋情,但是从此之后刘一飞的感情状况又继续低调之中,近日宋成县参业录制了韩国一个节目,在节目中大谈感情观,她自谱曾经因为犹豫而错过想要交往的对象,所以现在如果爱上,就会不顾一切勇敢追求,而且依然单身的她看到身边的朋友结婚,也会羡慕,但是也会觉得婚后生活可能和自己想象的相对, 有时候可能为了照顾孩子不能和朋友见面,为此也深深苦恼,一方面动固结婚的念头,但是另一方面,却有苦恼婚后的改变,不知道这是否才是宋成县和刘一飞两人分手的主因呢? 对吧